资串呢已经存在在哪里 在这一个我的values里面 把这张values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values在这个values string 看一下是不是在 string 应该是跟这一样应该是advice advice里面有一个 在advice里面的 这一个里面 report reload 已经帮我写好在这里 那我必须把它读出来 放在我将来return的前面 的一个字串 那我怎么把它读出来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人呢 把资源档放在 字串的资源档里面 可是要怎么读取 特别注意哦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叫做get straight 如果说呢 你要取得我们刚advice里面的值的话 你就用get straight 后面的话呢 告诉他说 r大r就是指的是我们资源档里面的string 特别注意哦 资源档里面呢 你只要是四川资源档 就一定是string string里面的话呢 一定会有个report reload report reload 其实你打一个大r 点string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其实也会有个report reload 出来 用选的也可以 这个部分呢 可以用选的 然后呢 他就会读到什么呢 读到这个advice里面的 BMI结果 这几个字 读到之后的话呢 后面再加上我的BMI值 那BMI值呢 要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有没有 到小数点第二位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这边就有一个format 丢到前面去 我把我原来BMI值 一个double丢过来 那double丢过来呢 他本来应该不是 在小数点第二位 可能一大串 后面还有很多小数点 那我要怎么取得到 小数点的第二位 题目里面呢 也有告诉我们 要用那个dicimal format 所以我不晓得 各位以前有没有用过 这个dicimal format 他是隶属于Java的 test套件里面 他专门做什么 做格式化 有点像那个excel里面 那个你那个格式化的功能 那我要怎么做格式化呢 你只要告诉他 先选到一个名称 NF的物件名称 另一个dicimal format 后面的话呢 给他0.00 他就会到小数点第二位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 我们传进来的这个部分 丢一个language给他 然后呢 他return回来 特别是他return回来 是一个自串 然后我自串丢回来之后 format的结果本来是 BMI value本来是个double return回来就一个自串 那串在一起之后呢 各位看到的结果就是 BMI结果 后面是一个到小数的第二位 这一串程式最后 前面这个部分 是自串支援档 后面的话 BMI结果 把format之后 丢回来 其实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这里我想各位 可以先把这个BMI计算的部分 先把它搞定 看看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实际上 并不会很困难 但是就是牵涉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 如何取得 自串支援档里面的 你放在支援档里面的东西 记得用get street 里面的话 用r.street 去把它读出来 其实从advice里面呢 把这个BMI丢 读出来 加上这地方格式化之后的结果 绣出来就这一个 等一下再来看后面这个部分 可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相关的参考资源 参考画面的话 各位可以在我的云端 云端空间上面 可以看得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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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